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了解经济 首先安迪想做一个有关美国所谓的眼里的 美国是什么样的 安迪眼里的 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 美国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包括之后会讲到政治和经济 包括现在打得飞飞扬扬 有些人支持民主党 共和党 我看好多comment 这些都代表了什么意思 可能很多人在美国 可能未必也清楚这些事 安迪所以做了那么一个video 上来首先咱们看 这是一个美国的地图 这是Google美国地图 美国地图 其实你要按照地理环境分 你看这个蓝点是安迪住的地 我的位置就是在华盛顿州 这是西海岸 西海岸 大家知道 再往底下是波兰 这是San Francisco Zanzhouce Lens Angeles San Diego 再往下走 这是西海岸 这边是东海岸 纽约呢 在这 就是这么往下走 也有一些比较好的地方 除此之外 你看这个界限 这是Oregon 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 再往下走 就是Org Navada 这些 然后往里 这都属于这个中部 北部 南部 这些呢 我认为都算是 咱要是数着来分 南北 就是西海岸 中部地区 东海岸 就是那么一个挺简单的 那么一个 所谓的那么一个版图 其实Andy想说这些人文 首先说之前呢 想说一下 你来到美国 美国所有的人呢 我认为都是很nice的 我之后说的任何东西 不会影响这个宗教 和他们这个普世价值观 首先人很nice 社会秩序非常好 你在这个美国任何的地方 你都不可能违法 你排队也好 或者是你跟人交流 问问题 人家不会欺负你 人家也不会就说 去占你的便宜 这是这个 就说他们平等自由的体现 这之后可能会慢慢再讲 这一点是一个前提 整个美国这牛头 这一头奶牛 基本上 Andy去过的地方 虽然不是特别多吧 肯定呢 比大家要多一点 你像西海岸 基本上是每个downtown Andy都 都在那居住过 都住过 落过脚 简单跟大家讲讲是什么 就说是 Andy认为美国的发展 之所以好 是因为他的移民政策 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级的人才 和资金 这一点是让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 资本 然后他制度的优势肯定是民主自由平等 美国国籍和护照 肯定是在地球上来说 那是比较硬的 你去哪都可以 没有任何的限制 你包括在美国 有一些人喜欢政治 有一些人喜欢经济 都可以 但是使美国伟大的 还就是移民的政策 现在美国其实是很缺人的 就说是你像 大家如果来到美国 你可能知道 你像一些快餐连锁店 包括好多 我都不举名字了 像Jack什么 就像这些美国本土的 基本上他都是一些 非美意的 就说是像墨西哥人 什么这些人 都是比较多的 就在那一个餐厅 用咱们的话 他就基本上是包下来了 他们也付出辛苦 晚上都是24小时的 有些人也在那干活 他都是drive through 就是开车停一下 然后点完餐就走 就是这种性质 就说是外来人口 即便是没有高收入的 高学历的 高投资属性的 普通的人 咱就说普通的人 来到美国 其实都用他的体力 劳动换取这个报酬 这在美国 就是那么一件事情 然后我想跟大家说说 西部中部和东部 西部和东部地区 安迪认为挺类似的 人们都是比较open 你跟他说什么话题 用咱们中国的话来说 都是那种嘻嘻哈哈 可以 你喜欢什么都可以 包括很多 你像西部 你抽点大麻 要是周合法 也没所谓 是吧 你搞个同性恋 也没所谓 是吧 他都是比较开放 所以就说 你可以跟他们聊的 比较深一点 你可以聊的比较深一点 但是在这些地方里 也不是所有的地区 你像华盛顿州 Washington GX 他不是说所有的城市 所有的当场都是这样 他也有那种大农场性质的 任何地方 他都是以大农场 好像大家一提加州 认为加州好像是高科技 硅谷 其实加州的农业是很厉害 在全美应该是排第一的 都是大农场 种葡萄 酿酒 就是做这些事情的 你包括中部地区 他更是如此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说 中部地区的人 其实你不是比较好 跟他们去聊天 并不是说他们不nice 他们欺负你 他们不跟你说话 并不是 因为他们有他们本身的特点 和传统 他们的思想 相对于西部和东海 就西海岸和东海岸来说 他们是有美国的 根深的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 我没有办法 就说是讲得很细致 我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我经历的一些事情 我身边有朋友 他在西海岸上班 他自己干公司高科技的 是美国人 做软件的 他曾经在东部 居住过很长时间 并且他学习 什么都在那块 他说那个地方 他不太喜欢 因为是什么 就说你就说是 可能在公共场合里 开一个玩笑 可能就会惹来麻烦 有些人可能就不会太喜欢你 甚至于跟你会很serious的 就说是来说一些话题 这让他就是很不适应 存美国土生土长的人 他很不适应 他很不喜欢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就来到西海岸 他说在咱们生活里 他就是跟Andy我说 百分之七八十的东西 或许都不能跟中部地区的人去说 说完了以后 他们会有美国的那种传统色彩 非常重 这就导致于 我认为我们华人 或者是一些新移民 来到美国 主要是咱们还是属于那种 创造生产力的人 就是说创造性的和productivity的这种 就是这样的人 跟那个存中部地区的那种farmer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farmer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说这个农场 他们不太喜欢科技 甚至可以说 可能Andy很片面 说这话的时候 他们只想在他自己农场里 干的一些所谓的种植业的事 然后就生活非常好 他们就是这样 然后其实你要来美国 你知道他们种的东西在美国卖 你比如花花草草这方面的东西 包括一些当地的所谓的种植产品 包括水果什么 卖的价格都不是特别低的 都是要高过一些超市的 就说是原产当地的一些农场出来的东西 它属于要中高端的产品 它卖的比一些就说是市场的价格要贵的 所以他们这个farmer的利润 我认为是比较大的 再说一下 第二他们的那个孩子 基本上也是喜欢到最后学习完了 去farmer在那一待 有些人认为我是华人 我特别想做这个资格有块地 然后用咱们传统思想 有家庭孩子生一地 然后在那享受的所谓的天伦之乐 或者是那是我想要的生活 其实每个人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安丽在这说一下 那种生活可能是你想象出来的 如果你切身实际在那生活 它并不是这样子的 原因有很多 因为是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就说是本地的 这个中部地区的这些人 他们其实有的时候 对于科技和金钱的这种排斥度 是非常非常强的 安丽可以说是 我跟一些人聊过这方面的事情 并且安丽其实身边有这种比较好的朋友 比较好的朋友 他就是存本地的那种说不好听 就是发码出来的 然后也不是会有太多的科技的这个脑子 数学可能也不好 可能也没上过大学 然后他呢就靠他自己的技能 可能生活 或者是在发码里干点活 或者是在别的地方里干点活 我跟他们聊 他们其实对外界是比较排斥的 他是比较排斥 但是他们对这个神 这个圣经 这个尬的都是比较 就是因为美国是个基督教 我之前也说过 他们就是比较亲切一点 这个不是一个坏事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们的农场 其实跟咱们所想的 是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可能没来过 不知道 这就造成了一种 其实中部的地区的这个人的这个价值观 社会观 和西部和东西海岸和东海岸 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其实在美国也是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这要说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 民主党这个他的票仓 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移民大的州 就是说来的比较多的 就是因为他们靠的是什么 就靠着这个人才 是open的这种精神 但是共和党 他们基本就靠着 像川普主要打农业 就是打农业牌 让农民过得好 我不说这两个党谁做的对与错 我认为我作为一个 在美国当地的这个人来说 我就觉得农业不会让美国走向富强 而且我不是说是否定谁 或者是否定哪一类群人的生活 我认为如果在现在的这种高科技的 这个前提条件下的发展 社会之所以会进步 就是因为科技进步 而带领我们人类去进步 如果真是没了西海岸和东海岸 我就说美国就是一个大农村的话 其实现在很多人来美国 也认为它是一个大农村 如果美国是个大农村的话 这个国家是没有生命力的 即便他们人都是很nice 或者是他们追求的一种 这种所谓的普世价值 或者是一种宗教信仰 你可能不理解 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 都没有办法支撑他们能走到新的这个世界里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这个世界 包括美国之后要是想强大 它必须要在科技人才 这种移民政策 包括这个以后的发展力度上 要左手来搞强大 这是他没有办法选择的 如果你这个 这也是一说到这个政党 又说到他这个他天生下来 他就是也不是说 那个共和党他选择的他 是他没有办法 因为别别的西海岸东海岸 都是人家民主党的票堂 他们是固化的阶层 固化的人群 安迪在这里要表示一下 所以安迪其实从西海岸中部和东海岸 其实安迪是不喜欢去农场的 跟他们聊会得非常好 有的时候搞一些活动去 他们人特热情 其实他们那个农场投资是很大的 就说有些人养几个羊驼小动物 都得要投资上百万美金的 就说买这些东西 我想说的是什么 他们的那种投入产出比 其实是跟现在的社会不是太完全一致的 我不是说不应该给他们投钱 不应该让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 或者是可以这样都可以 但是立国的资本 发展美国资本 我认为还是应该放在open的这上 所以open谁open 可能就会把美国带到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这就是我是那么说的 因为这时间有限 今天我只能说到这里 我希望可以有时间多做几个这样的video 来阐述一下我眼里的跟中部地区人聊天 是一个什么感受 和西部 西海岸和东海岸 安迪可以说 如果美国都是中部地区 安迪是不会来这个地方的 我不太喜欢跟他们聊天 和去他们的地方 这就是我的属于安迪自己的感受 我认为如果是大农村的话 真的不如中国的那种发展 它不会蓬勃发展的 好 今天这个video就先做到这 阿对 阿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